大家好 咱们接着分析这一章大型数据库设计 咱们在最后这一节课在一块来讨论几个案例 这几个案例就是针对咱们整个大型数据库设计过程中 需要考虑的扩展点 或者是需要考虑的一些注意事项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的话 应该是在咱们整个学习或者工作过程中肯定会用到的一个事情 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的话 就应该是什么样一个表现呢 应该是这么一个表现 应该有这么几种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结果 那么第一种情况咱们所谓的就是 可能是在数据库开始设计阶段的时候仍没有注意 然后我们又是从中间介入的 对吧 那么既然是从中间介入的 那么势必有一些历史性的表 它会提前存在 那么比如我们的历史中 它就存在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存在了一个商品信息表 那么存在一个商品信息表之后呢 由于我们是半道子加入的 对吧 那么下来的话呢 需要加一些什么东西呢 由于需求有可能会变更 那么需要给这个商品信息表里面要加入一个供货商 那么这块的话呢有有点玩笑的味道啊 但是这个东西呢能说明我们的一个事实 呃不会有哪一张商品信息表把这个供货商这个这个东西给忘掉的啊 那现在咱们只是仅仅仅仅仅只是做一个假设 一会呢你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了 那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增加一个供货商 那要增加供货商 按照我们常规的思维 一定是没有人傻到会傻到什么东西 傻到给这里面加一个字段 名字叫供货商 那么如果这个水平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说是不足以去编写这个程序 或者是干其他事情 那么下来的话呢 我们一般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考虑到什么呀 增加一个供货商这么一个一张表 那么这张表呢和原来的这个商品表呢 中间建立一个什么东西啊 主要一件关系 那么这个供货商里面呢 这个表里面重点存储的这个属性呢 是我们的供货商名称 当然有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联系电话啦 厂家地址了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供货商自知了对吧 等这些东西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哎我们很容易并且很出色的把这件事情给怎么了 给搞定了啊 于是呢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相对来说啊 比较轻松的呃离开 就是这个呃避免开这个需要加班的这个周末 那么现在呢 可能在咱们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呢 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哎呀那个客户方的需求的又变了 说加个供货商的不够 因为咱们这个产品中的它涉及到一个什么东西 涉及到一个产品展示 那么产品展示里面呢 一定会用到图片 那么说到图片这块的话呢 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点 在数据库设计中有三个忌讳 那么第一个忌讳 一定不要把图片本身从到数据库里面去 一定不要把图片本身从到数据库里面去啊 咱们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下 当然如果你那个系统实在实在特殊 到必须把它从到数据库里面去 那谁也没招 那么第二个 一定不要把大对新啊 就是我们所谓的二进制 从到数据库里面去 那也是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也是指的是咱们大部分的情况下 如果你实在实在遇到那么变态的数据库需求 那也是没办法的 当然咱们只是说的是一般情况下的几个机会啊 那么还有第三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图片了 二进制了 我们所谓的二进制的话就包含的多了 对吧 数据库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功能 这些功能的要善用 不是说让我们随便用的啊 这么个意思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们的建议是 把把图片的重到磁盘上 然后呢 给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只从一个什么 从一个引用就行了 就我们所谓的这个图片路径就行了 那好 呃 言归正传 咱们呢 啊 脑袋一拍 又加一个什么表 又加一个商品图片表 那么看起来又很完美的把这个事情给怎么给搞定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想大部分大部分的一个成员呢 他都会这么做的 因为这样做起事来既快 是不是又省事啊 老板交代交代下的任务的话 我很出色的给完成了 那好 咱们又加了一个商品图片表 那么再往后 如果咱们做一个假设 如果需要增加一个商品指送子段呢 再如果说要加一个重量子段呢 再如果加一个颜色 用费赠评 存放条件等等等等 那如果加这么多的话呢 如果我们不抱着一种 对这个项目非常负责任的人态度 或者是学习的专业的态度去做的话呢 我们有可能就此加下去 那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 把这个项目加成什么东西呢 有可能就把这个项目呢 加成那个刺猬 总之呢 不是刺猬 就是海刺猬啊 就这么个样子 红身长的刺耳的东西呢 旁边的东西呢 非常多 那么当你把这些东西 所有的东西加完的时候 因为你加一个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那个啥 它那个改动量并不长大 但是当如果你把这个 所有的东西加完的时候呢 你回过头来考虑 那么如果老板再要求我加 DN加一个怎么办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如果某一天 老板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不确定我未来要加多少个 反正呢 你把这些事情的得给我考虑到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不知道大家做何感想 对吧 然后 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呢 咱们这一块呢 就讨论出一个什么 讨论出一个结果来 讨论结果之前 咱先分析经验 我们都应该上过淘宝 对吧 我们也都应该 上过淘宝的人应该是大多数 然后呢 如果我们用那个什么EC shop那个玩意儿呢 搭建过网上商城的话呢 那么这又是属于另一个层次 那么再往上的话呢 如果你使用过那个DSZ 就是北京升康创想的玩意儿的 那公司出产的弄坛 不是说使用过啊 是研究过那玩意儿的话呢 那么就属于第三个层次了 那么怎么说呢 好 咱们一个一个来研究 淘宝 这会儿我没有 没办法上网 没有抓到他的图啊 咱们一说 你就明白 上面卖的东西的话呢 它是千奇百怪的 啥东西都有 假设呢 咱们现在呢 就买两个东西 一个是手机 那么另一个呢 一 淘宝上这两个肯定是卖的嘛 对吧 那么如果我们把手机这个页面打开的话呢 或者如果您是卖家的话呢 是卖家的话呢 那体会起来就更加深刻了 如果把手机这个页面打开的话 你会发现 它里面有电池容量 手机屏幕 待机时间 如果是智能手机的话 是不是还有什么CPU了 比如说我们RAM 是不是这些参数呀 支持不支持GPS 等等等等等等 一大堆的东西是不是下来了啊 那好 把这些东西呢 先放到一边去啊 别用程序的那个眼光去看它 总之呢 这家伙手机的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手机是不是特别多呀 那么下来咱们再看衣服或者书籍 衣服的话呢 它肯定会给你封什么呀 布料 尺寸 尺码 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MX 那玩意儿 MX 那个LX 那玩意儿啊 尺码 然后呢 还有什么用处条件了 包括那个 呃 那个用品条件 什么这些东西啊 那么下来的话呢 重量对吧 然后下来这东西的话 咱们把这个 这这举了两个例子 对吧 咱们也再可以研究一下书 如果是书的话呢 它一定会有一个S冰号 页数 装定这个 装定这个精装本 还是简装本啊 这这东西 是不是多少K 对吧 多少字 有这么个东西 当然还会有作者啊 什么出卖社 这些东西 那下来的话呢 咱们把这三个商品呢 咱们对比一下 怎么个对比法呢 你就想 如果让你去 咱们把它已经列出来了啊 如果让你去开发一个淘宝 那么下来的话呢 客户呢 就给你说了三个商品 然后呢 就给你摆了这么多需求 你怎么去设计这个数据库呀 是不是跟刚才咱们这个 分析出的这个结果是一样呀 那这 刚才这个玩意呢 还罢了 你只有一个什么商品信息 对吧 那那淘宝那玩意的话呢 可是一个商品 就这么 就一个刺猬呀 那么到最后的话呢 基本上咱们就成为一个刺猬动员了 是吧 好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问题呢 它是看起来很难解决的 然后呢 看咱们第二个层次 如果你搭建过那个ECshop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它那个是个电子商务平台啊 是一个开源的程序 我们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你去 你如果选中 不管 因为那个 那个是个电子商务平台 而且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电子商务 我不是为他做广告啊 咱不是五毛啊 那个 那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电子商务平台 然后呢 你就想啊 甲呢 有可能他拿他去卖皮鞋 对吧 乙呢 有可能拿他去卖电器 那 那那饼呢 是不是看有可能拿他去卖汽车 卖飞机啊 卖航母 对吧 等等等等 这样一下来之后呢 结果呢 我们全世界的人都发现 这个系统呢 大家都能用 原因很简单 那那你就不禁了想 他怎么满足这么多人的 这么多需求的呀 那下来的话呢 你去把它搭建一下 你就会发现 其实呢 在签加商品的时候呢 商品类别那块的话呢 他有一个什么 自定义自断 那自定义自断呢 是可以签加的 你签加一个颜色 他就多一个颜色属性 你签加一个尺寸 他是不是多一个尺寸属性啊 哎 那现在呢 就奇了怪了 怎么奇了怪了 数据库表 不是我们以前设计好的吗 怎么还用用户来 意思是我签加一个颜色 他是不是多一个颜色 这个自断啊 那了的 那这个数据库 那成啥了 对吧 那么如果 有这个问题的话呢 建议咱们去研究一下 北京深康创想的个弄谈 同样咱们是做广告啊 那里面的话 就有一个数据库表 自断说明这么一个文档 那你把这个文档一研究的话 你就发现道理了 他的问题呢 很简单 他的这个问题呢 是这么解决的 一脑永逸的就解决了 首先呢 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哎 这个应该插掉了啊 不好意思 这个还在这放着 不应该这样做了啊 首先呢 我们应该有个原始的表 叫商品信息表 那么这个商品信息表的话呢 可以对照成我们的商品 或者可以对照成我们的一个什么 商品类别 对吧 你哎 怎么对照去 怎么对照去 总之呢 这个原理呢 就这么个样子 然后呢 由于我们刚才呢 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 遇到的问题就是 那个家伙属性呢 很多 而且呢 有可能还是怎么样的 无法控制的 无限的 呃 这个无限指的是 极有可能很多 也有可能很少 对吧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他不能写成 他一定不能写成死的 你既然有可能很多 有可能很少 对吧 所以他一定不是死的 那怎么样才是活的呢 那么一个表中的记录 他是活的呀 你可以写一桥 你是不是也可以写几万桥 几十万桥呀 对吧 好 那我们纵向 就是向字段那个方向 考虑不行了 我们就横向发展 横向发展不行 向纵向发展啊 就向记录这个方向发展 怎么个发展呢 商品表 好了 然后呢 你不要加一个什么呢 你不是要加一个什么颜色吗 我建立一个额外属性表 行不 额外属性表 什么表啊 专门重放你额外属性的 那都从什么东西呢 你有什么属性 给里面 从什么属性吧 能从几个呀 有几个记录 就那一个表中 能从几条记录 我就能从几个 对吧 那么这样一来说的话 可以有多个 也可以有少个 好 这里面呢 只从一个什么东西呢 从一个属性名 你不要加一个颜色嘛 好 隐色的一个颜色进去 你不要加一个尺寸吧 好 隐色的一个尺寸进去 不要加一个重量嘛 等等等等 你你爱加几个 加几个去 反正你是全隐色的进去 行了呀 每一个隐色的进去之后呢 它属性是不是都带来 一个属性编号呀 那好 现在悲剧了 什么悲剧 我加了颜色了 大小了 重放了等等的这东西 那颜色我是红的 这个红从在哪呀 大小 大小是吧 几成几的 我这个几成几从哪呀 好 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一个属性信息表 那么这个属性信息表中呢 有一个外件 名字叫属性编号 那它对应的就是你这个玩意儿 对吧 那你不是说你有颜色吗 你有red 你就从在这边 你有防水防潮 10乘20 对吧 多少公斤 你一次对着是不是怎么 往下从是不是就行了呀 那么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了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理解了 刚才我们所谓的那个电子商城 它是如何满足客户的需求的 你不是要卖手机类产品吗 对吧 你点手机的大类的时候呢 它会给你出现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话呢 它右边呢 它底下呢 是不是有个 签加属性这么一个按钮呀 一按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属性名 属性值 属性名 属性值呀 然后你再按一下 它是不是有多一个呀 实际上多一个啥玩意儿呢 实际上多一个属性名 属性值 哎 那你现在一想 我一直按按按的手发麻 行不行 行 只要你手扔得住 对吧 都能按下去 那么你按下去之后呢 你只要把这属性名 和属性值以前 然后呢 再做个类似于 什么重复性判断 对吧 那咋是不是都可以搞定啊 那么下次读的时候呢 哎 不好意思 这一块呢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块商品 是不是还对应一个属性标号呀 读的时候呢 直接怎么一下就行了 直接根据这个商品表里面 这个属性标号 把你这两张表一关联 顺别读就完事了呀 对吧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说 非常非常怎么 完美的把这个东西解决了 你看这块的话 额外属性标 这块有了 属性标号一 对应的是颜色 属性标号二 对应的是重量 标号三呢 对应的用费 那么下来的话呢 这块有个信息标号 属性标号 这块属性有个二四 那么说明 我们这块从的是 重量 是不是和长度呀 对吧 那我们就看 信息变化呢 这是它的那个信息变化 这个东西呢 呃 是指主件 你可以要 对吧 啊 你可以要 呃 然后呢 二 我们就知道 重量是五十 当然你可以给它 带个什么单位 对吧 是五十千克 或者什么来着 然后呢 这个四呢 长 那二百 二百米呢 还是二百cm的 对吧 你都可以在它后面带一个 那咱们这一块呢 重点是为了分析清楚 它这个原理 对吧 不是说是把这个事情呢 搞得那么 那么繁琐 那么怎么来着 那么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用这三张表啊 可以说是扩展了两张表 就完完全全的 把咱们以前的那种 属性不确定的情况呢 给解决了啊 那么我认为呢 这种解决方案呢 是比较好的啊 呃 当然的话呢 咱们刚才从问题出发 带出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带出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咱们现在呢 处于一个什么 处于数据库的一个设计阶段 也就是这个数据库呢 将有你的设计了 那么呢 希望大家呢 在这一块呢 最好呢 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 那么考虑的时候呢 并不是说是一个商品 你就给我扩展这么多 对吧 我们呢 应该学习一下 EC shop这个系统 它呢 是针对于类别来封的 就是意思是 把我们这一块的 这个商品信息表呢 搞成一个商品类别表了 那么如果你有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类别 它就是怎么样 它就是对应了这么一系列 这个额外属性 这么个表 当然你也可以什么 你也可以所有的类别 是不是全对应进去啊 那这样对应进去的话呢 也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在所有的数据库中 所有的数据库系统中啊 可能说所有这个东西 有点绝对 因为毕竟未知的数据库系统 还多的是 在大部分的数据库系统中 那个查询效率最高的 永远都是那些什么呀 永远都是那些瘦长瘦长的表 所谓瘦长瘦长的表 就指的是自端数少 而记录数多的那种表 查询速度最慢的 永远都是那些肥胖的表 肥胖的表就是自端数很多 记录呢也很多 就这种表 那么刚才的话 我说那两种含义的意思 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把它分离出去 你可以把这个每种类别 是不是都对应这么 都对应这么两张表啊 当然的话呢 那样结果呢 就是什么 那样结果的话呢 就是也比较 可能对于我们非常非常大型的数据库 来说的话呢 非常非常非常大型的数据库 而且那个类别的话呢 相对来说确定的情况下的话呢 可能能用一些 但是对于咱们一般的情况来说 那种情况实在不推荐使用啊 也是说特殊情况啊 咱们一般做法是什么东西呢 一般做法就是 你就搞这两个什么 额外属性就行了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对应把所有的类别信息呢 是不是都存在这里面啊 对吧 那么意思是 所有类别的属性名呢 和属性值呢 是不是都存在这两张表里面了啊 那么这样刚刚好 满足了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呀 瘦长瘦长那种表 他刚刚好满足了快速查询这个要求 对吧 好 那么这是咱们的案例一 咱们赶紧看看咱们 案例二啊 案例二的话呢 是基于角色的全线设计 那么这块的话呢 跳动有点 那个跳动有点大啊 咱们一般的话呢 咱们可能看的是 那个用户表里面 搞了个什么 1234 标示你是 普通管理员了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对吧 那个呢 咱不说了 那个太基础了 咱们直接来分析 直接来分析 这块呢 我给咱给的四张表呢 是基于角色的权限控制 也就是咱们经常在网上 最容易能查得到的一种控制方式 那么这种控制方式的话呢 也比较受欢迎一些 但是呢 我们给他下的定义呢 是比较斯板 比较斯板 那么先把这个来分析一下吧 这个基于角色的权限控制 它的含义是什么东西呢 含义就是 做到权限和用户 没有直接的关系 怎么说这个事呢 很简单一句话 一个自然人 就咱们社会上一个人 这个人 他是一个用户 对吧 那么这个人的话呢 有可能有抓人的这个权限 那么谁才能抓人呢 警察才能抓人 是意思吧 那么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分析 抓人这个权限 到底是这个人应该具备的呢 还是这个角色应该具备的 警察是不是 就是他一种角色呀 是这意思吧 还是他的角色应该具备的权限 然后呢 我们最后呢 通过分析之后呢 我们一直认为 是角色赋予这个用户这种权限 那么就说了 这个用户和抓人 这个行为之间 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是通过警察 这个玩意产生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封了这么几张表 用户表 角色表 和权限表 对吧 那么现在说回了 刚才举人的例子 怎么样维护呢 维护起来 维护起来也很easy 怎么个easy反的 这个人抓人抓得好 那么好 我把他的角色呢 变一下 变成管理抓人的人 那么下来的话 你会发现 我角色表里面 角色表里面肯定把什么抓人的人 和管理抓人的人 这些角色收入里面 全线表里面是把每种角色的 应该行使的权利 是不是也在里面从着 那么下次呢 这个用户呢 抓人抓得好了 我把你升级成为 管理抓人的人 那么我要做的 仅仅只是把这个RAWID一遍就完了 对吧 你所有的权限呢 自然而然的就怎么了 是不是就付过来 就峰会过来了 然后呢 再比如啊 你管理抓人的人也比较好 那么你就管全国的 抓人的人 和保卫祖国的那些人吧 把你就是意思升级 升级成为是军事主席啊 对吧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那也很easy 只需要把你这个什么RAWID 是不是稍微的编译下去完了呀 因为每一个角色 现场也好 省长也好 他能干什么 在这里面是早都定义好了呀 我如果想换 仅仅只是把你的头衔给你换就行了 那这呢 我就称之为基于角色的权限管理 他跟用户本身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然后这块呢 就对应的是他的这个菜单 就是你的权限能够干啥啊 咱们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这块我也只举一个例子 那么现在呢 既然网上有那么多人在追捧他 也有那么多人在宣扬他 那么他的问题到底在哪 我为什么给他下一个死板的世界呢 呃 那这个原因呢 很简单 你这个角色中已经把它给定义好了 这个角色是死的 是意思吧 每一种角色拥有的权限 他也是死的 当然我说这个死不是说是不可维护的那种 当然可以维护了 对吧 你比如说警察局长 警察局长 警察局长这是个角色 他呢 可以管警察 他是不是也可以去抓人呀 对吧 那么偶然有一天 这个警察局长呢 还需要干什么 还需要管后勤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 他是不是应该 在某种特殊时期 他是不是应该在顺便加一个管理后勤 这么个权限啊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管后勤有后勤权限 管警警察局长 是不是警察局长权限 一个人呢 目前是不是只能夫 只能隶属于一个或者多个角色呀 隶属于一个或者 当然你这个弱癌 这是不是可以扩充为多个呀 那么如果我把这个后勤 后勤部长这个角色呢 再给你的话呢 那好 你不光要管后勤 后勤就是你刚才应该涉及到那一点点事了 你还把后勤所有的事都得怎么 是不是都得揽过去呀 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的是 我目前的正职是管警察 我的副 我还特殊时期 我可能需要查看一下 那个后勤部的一些财务状况 对吧 等等这些东西 举个例子啊 那怎么样 至于你在拿长安静的货 你怎么安排的厨师 这些东西我管不着呀 那么这种情况就冲突来了 你把两种角色都付给他 他权限大了 你付一个小的 付一个小了 是意思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死板设计的一个 一个什么定义的一个原因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解决的方式就是基于角色的权限设计和基于用户的 也称之为基于数据的权限设计 相结合 那么结合出来的 这个结果呢 就是咱们现在看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话呢 这个数据关系图的话呢 把咱们刚才基于角色的权限控制 给省 就给省略掉了啊 怎么个省略掉呢 这是我们最终的用户的权限 我称之为替护menu 对吧 最终的用户权限 那么至于这里面从了什么东西 你知道这里面从的 咱们只管这里面从的是权限 所谓的权限是不是对应的是我们的窗体啊 你能看这个窗体 那么你就有这个权限 你看不到这窗体 没有这个权限啊 那么说这块的话呢 我说了和和和那个权限不是一回事 那个咱们一会来说 和那个权限不是一回事 那么下来的话呢 你看这块呢 我省略了几张表啊 我省略了哪几张表呢 我把刚才基于角色的权限控制呢 只给这放了两张表 这是它的rule 就是所谓的角色 这是它的什么呀 角色对应的权限 就意思是把这两张表拿过来了啊 把这一张 把这两张表拿过来了啊 那么home menu的话就对应的这张表 但是比那张表多 好 那么就把这两张拿过来了 拿过来 为什么他俩都指到上面去了呢 那么我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东西呢 你是 你这块不是有角色吗 角色不是对应的权限吗 那么这张表不是用户需要的表 那么这张表也不是用户需要的表 哪张表才是呢 这张表才是 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这个角色中对应的权限 全部给我插入到这张表中来 那么就意思是 我呢 是一个警察局长 那么我就在这里面找一下 警察局长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权限 那么全部给我插入到这张表中来 对吧 那么 咋一看这张表和这张表的那个数据呢 是不是一模一样呀 好 别急 再看右边 右边呢 这块是不是有个operator这个表呀 这回把用户给拉进来了 但这个用户呢 我没有给这儿画关系啊 按道理的时候应该给这儿画关系 但我没有画 没有画的原因是为了让你从这儿一刀两断 把它是不是看得很清楚呀 我这条下画的很值 那好 那么下来的这个用户表呢 用户个人应该具备的权限在这里面 就是这个用户的临时或者是特殊情况下 他应该具备什么一个权限 比如我们刚才说了 警察局长的临时需要管一下后勤 需要管一下财务 那么好 你就给这个用户呢 签加上一个财务管理权 那么把这个财务管理权呢 也插入到这张表中来 那么你说最终这张表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终这张表的结果就是 既满足了基于角色的权限管理 又满足了基于用户的权限管理 啊 不要说是用那个客观的事实来抨击这个事情啊 如果按照客观事实的话呢 咱们说的这一步就足够了 但是事实 咱们是有一个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这一特色问题就来了 这呢都是在咱们的平时的项目中猫爬攻打出来的啊 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怎么给解决了 那么还会存在一个问题 存在一个什么 存在两个问题啊 咱们一个一个分析 先插入这个呢 还是先插入这个呢 因为俩有时候会冲突啊 对吧 会重复 那怎么办 你说了这块管抓 这块是管抓人的 那我在这块再选个管抓人的行不行 行呀 当然没问题 那么就意思是什么东西 以哪个为重 因为咱们这毕竟呢 是从基于角色的权限管理中演变过来的 那咱们当然是以谁为重了 以基于角色的这个为重 就是以左边这个家伙呢 为重啊 先插入它 然后呢 再插入它的时候呢 做一个什么东西 是做一个存在性验证呀 如果存在的话呢 这块是不能再加了呀 对吧 如果不存在的话 让它加进去 好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刚才把权限理解成为 对某个窗体或者资源的访问了 那么再细一点 分 某个窗体或者资源的访问 数据库算不算一种资源 算 但是呢 你进去之后呢 你到底能执行增呢 还删呢 还是查呢 改呢 那是不是还得再封呀 好 窗体 窗体 这个窗体的话呢 你能看见 你能不能省批 那是不是还 是不是还得需要权限来控制呀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第二种权限 那么这种权限呢 我们称之为数据权限 数据权限的话呢 数据权限的话呢 就是根据我们的那个啥 那就另当别弄了 那晚上你 你创建一只表就完了啊 创建一张表 然后呢 在执行这个操作的时候 然后呢 做一个验证 或者是 在那一开始加载的时候 你就把它读出来 放在客户端 对吧 然后呢 操作的时候呢 这款呢 直接进行验证 直接给它的 骑士 就完了 界面控制 什么都行啊 对吧 那么这一块呢 咱们把它提一下 那叫数据权限啊 数据权限一般比较简单一点 就一句话 一个ID 然后呢 一个是 或者否 或者允许不允许 或者允许什么样的程度 再加一个说明 就完了啊 好 这呢 是咱们的一个什么东西 啊 那个数据权限的话呢 它有可能和用户有关 也有可能和角色有关 也有可能和功能有关 那么这个呢 怎么样去考虑 咱们去考虑就行了啊 那个也不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好 这是咱们的第二个案例 那么看咱们的第三个案例 第三个案例的话呢 就是咱们经常所谓的这个多极联动 多极联动的话呢 我们一般也理解为数型关系 这个数型关系图 对吧 那么呢 我们很多人在进行这个数据库设计的时候呢 都会遇到这种数型关系的数据 呃 比如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大类 那么下面的会有很多个子类 然后呢 有一些子类或者 很多子类 或者说全部的子类呢 都有子子类 是不是这意思呀 然后呢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那个大类呢 不确定 然后呢 用户呢 他有可能希望在任意类别下面 签加新的子类 也有可能希望在任意的子类子类的类别下面呢 签加子子子类 或者删除某个类别 和其下所有的子类 而且预计以后的那个数据量的话呢 还会增长下去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看怎么也解释这个问题 这块呢 我举了一个例子是那个 多极联动 对吧 多极联动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块一个省级信息表 哎 省算一级 然后呢 还有个市级信息表 市呢 是不是也算一级啊 好 要记录市信息嘛 建一张市信息表 里面加个省 是不是这个外建就行了呀 然后呢 还有个线信息表 好 线嘛 再加这么一个外建 直到市那块就行了呀 那好 你把这玩意设计好之后呢 看似简单 啊 中国的这三十来个省市 是不是都加进去了呀 然后对呢 几百个线 几千个线 是不是也都能加进去呀 对吧 然后呢 对应的 对应的几百个市 几千个线 上万个线 是不是也能加进去呀 哎 那这样看似吧 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葱呢 左了 对了 对吧 这东西呢 要全部加的话 你哐哐哐 哎 这样设计下去 行政区画嘛 不就这么几个级别吗 小case 好 加完了 对吧 那么下来的话呢 咱们再来分析另一个事情 另一个什么事情呢 呃 比如说咱们这个什么呀 咱们这个 就生活中 哎呀 我这一时半会儿想不出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啊 就比如说咱们这个目录吧 目录的话呢 就是有一级目录 有二级目录 二级目录下说 还有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七级八级 等等等等 有可能是这样无限下去啊 每一级目录下说都有 有可能更多的小目录呀 对吧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 你用这种方式就不足以满足刚才这种需求了 那原因在哪呢 很简单 你刚才这个行政区画呢 那国家只要那个政令不改 对吧 那么这行政区画呢 它一般也是不会改的 那不会改 意思是你那儿还是死的 那是死的 那你呢 当然不存在于什么问题了 但咱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呢 它是活的 那么这一活问题来了 那就比如说这个生物对吧 什么那个生物下面有动物植物 有哺乳动物 有有有有有有 有什么动物呀 那个从蛋里面出来的叫啥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什么 爬行了 走瘦了 飞行了 什么这东西呀 对吧 那么这样风下来的话 你会发现你这种设计方式 根本根本就怎么样 根本就不能够满足这种情况 所以我给它下了个定义什么 扩充难 而且检索更难 你没发现 我如果五级六级的话 你是不是得连几张表呀 这样程序员就会分掉 对吧 所以这块呢 检索难 我所谓的难 指的是那个 写这个最后一句难 当然它检索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这个呢 咱们不可否认 那么现在呢 就存在问题了 存在问题之后呢 咱们怎么样去分析呢 哎呀 我去上网上查了一下 对吧 然后网上也好 老师也好 咱们很多人都给咱们说了一种推荐的方式 哎呀 我这张表设计的多完美啊 就三个字段 对吧 可以无限级锋类 好 怎么个无限级锋类法呢 这张表的这个做法呢 这张表的这个设计设计呢 在这一块 这张表呢 有一个主件 名字叫类别标识 好像叫标志 对吧 然后呢 有一个字段 名字要类型 名称 还有一个字段叫负类别标志 哎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好像我们看不明白这啥意思 为什么这三个字段就能把上面这甚至三十个字段的功能给代替掉呢 对吧 好 咱们下载来分析 这是作为咱们一个有经验的程序员来说的话呢 能够设计出这么一张表啊 他呢 是 说句闲话吧 就是说是完全满足咱们的三大范式的 而且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用户所有的需求 你真的以所有需求都可以满足啊 咱们一会儿一封洗就知道了 那好 现在呢 咱们来看一下这张表中从的数据 因为你光看这张表 你是看不出什么东西的 咱们一看它数据就知道了 哎 这一列呢 类别标识是不是12345678自增列啊 主件 好 没啥说的 对吧 然后咱看类别 类别里面的有个中国 中国国字位的 对吧 负类别是零 零啥意思呢 哇 它上面就没了 对吧 中国谁管中国呢 没人管中国 谁管你中国干啥 然后呢 再看第二个 北京 哦 北京是隶属于谁的 隶属于中国管的 那么我再看它后面的负爱地 哦 负爱地是1 那1代表啥意思呢 哦 中国的编号不就是1吗 哦 负爱地原来是对到这儿来了 另画一下啊 这怎么插除呢 算了 然后呢 再往下看 美国 美国跟中国是平等的嘛 对吧 中国跟美国也是平等的 那么既然你是平等的 那你们的负爱地 是不是都是零啊 零是表示无呀 对吧 表示无就是这个世界上 没人管得住你们 你们就是老大了 对吧 你们俩弟兄俩 对吧 谁也管不住你俩啊 那好 再往下看 你的负爱地 是不是当然是零了呀 然后当然你前面这个东西呢 得有个先来后到啊 那中国先来这个地球上呢 当然中国排第一了 对吧 你美国后来来的 后来是组建的嘛 你排第三呗 然后呢 看旧金山 旧金山 不会有个新金山吧 旧金山都名字多难清啊 然后呢 它后面有一个负类别 这个负类别呢 编号为三 这个三啥意思啊 好 对应上去 我们来看这儿 哦 原来这个三指的是这个意思 这个三呢 它的负类别指的是人家的ID 那这个ID呢 刚好就是他的老爸的 就是他上一集 这个上一集的 是不是这个名字啊 那么也就是说 旧金山是属于什么的 是不是属于美国的呀 哎 我现在有个想法 那咋悄悄的把这儿改成一 行不行啊 那么如果在事业版图上 我能这样改的好 我悄悄的把它更新成一 咱们过去收税去 好 那么下来的话呢 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们把旧金山呢 就已经分析出来了 然后再往下看 上海 上海为何物 哎 再一看 你不知道为何物 没关系 你看他的富爱的 就知道了 富爱的代表的是 他属于谁 那么好 沿着他的富爱的上去 哦 上海原始属于中国的 好 我现在呢 已经完成了几集风力了 中国 中国 美国 国字本 北京 旧金山 是不是市字本啊 对吧 那么已经完成了二级风力了 那么再往下看 海淀区 海淀区不看了 看红桥区 红桥区 我记得好像是上海道 然后呢 红桥区 红桥区是哪个区啊 我也不知道 好像广东还是哪个区 还也有个红桥区呢 然后呢 假设呢 咱们去看啊 后面的话 编号是五 五 五对应的是谁呢 五对应的是这儿 那么说明红桥区是属于上海的 那么再往下 红桥机场 红桥机场当然应该在红桥区了 那么应该有个七 清队呢 是红桥区 那么红桥机场还有个饭店 红桥机场的饭店当然在红桥机场了 好 对应上去是不是八呀 好 大家说我最常完成了几集风力 中国一个 上海一个 红桥区一个 红桥机场一个 红桥机场饭店一个 我是不是完成了五级风力呀 那么你按照这样的连锁反应下去 你能不能完成N个风力呀 无限几个风力 能不能能不能一定 对吧 一定能一定 绝对没有问题 一定能 那好 那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说perfect的给完成了 然后呢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呢 为什么我不推荐用这种做法呢 那好 咱们下来的话呢 当然这个不推荐 我也是参 就是以前的话 也在做过程中 也是参照了人家很多 钱的一个经验 对吧 呃 也是 为啥呢 因为你 如果不设计优化的话呢 根本不需要这样设计 当然也 也不需要上杂志课 对吧 那么现在主要涉及到优化了 所以咱们这个东西呢 都是从新闻角度上出发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为了实现这个这样一个树的一个排列 对上面 就是实现一个排列 对吧 就假设我们的树一个先续先续变利吧 先续变利是啥意思呢 就是中国把中国下面的东西找完 形成一个树枝 对吧 然后再找美国 美国下面的找完 再形成一个树枝 然后如果有法国的话 德国是不是依次找下去啊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树的先续变利 那么这样一架变利的话呢 就这么一下一遍 因为我们展示的客户端 一定是这样的结果 中国是不是一个树枝啊 上面很多叉叉 对吧 美国下面一个 美国是一个树枝 下面也很多叉叉 肯定要做成这个样子啊 那么想 我们如果展示成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们需要对上面这个表呢 进行多少次检索 这会儿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注意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你中国呢 你现在给下面 是不是写了个什么 北京上海 把30几个来个省市自治区 是不是写完了啊 那么如果有一些把台湾写进去呢 或者把日本人是不是也写进去呢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结果是什么东西呢 结果是这里面的次序呢 它压根就是乱的 对吧 那么如果是乱的话呢 你要检索成刚才那个 我说那个树状结构怎么办呢 那你每一次检索都是 把这个表要扫描N次 对吧 就把这个表要扫描N次 每次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效率的话呢 如果对于少量的数据的话 你里面有几十条数据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 那几十条数据还有什么话呀 对吧 不存在一个什么性能的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啊 如果的话呢 我们日后要扩充到上百桥 上百桥不说了啊 上千桥或者是更多的情况下呢 那么如果我单单列一次类型 我们就要检索N次该表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整个这个程序的这个效率呢 就没法说了啊 没法估计了 很恐怖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有可能的话 就有一些人的话呢 会考虑一些新的问题 我谁来的新号 我把它从出来 放到那从中 那从中 想办法怎么一下 想办法是排一个序啊 那排一个序之后呢 就简单了 用程序时候完成这个事啊 对吧 完成这个事 那这样的话也行 这样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这样的话呢 你不觉得 对谁的要求有点高了吗 对吧 那么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从我们这个角度上来 来那个什么问题 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呢 这是咱们设计出来的第三张表 第三次设计出来的表 这个表的话呢 只是把这个表呢 扩充了一下 加了一个字段进去了 叫类别层次 加这么一个 就加这么一个字段进去了 加这么一个字段进去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一个字段呢 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原来的话呢 只有类型名称 负类别标识 对吧 标志 然后呢 我们现在给它加类别层次 就意思是从这往这边 咱们是都没变啊 仅仅只是这块变了一下 那么这块怎么变的呢 我们来研究这个数据 中国第一位 好 就是这个类别层次 这个数据里面 从的这几位数里面 第一个位置永远从的是国家先后顺序 哎 画歪了 国家先后顺序 那么你看到第一列为一的 它都是属于什么的 属于中国的 这个画歪了 总是感觉不爽啊 那么再看北京 北京呢 属于中国 它的负ID呢 是一 对吧 然后在这儿表示呢 是零一 零一表示 它是中国这个负节节 下面的第一个字节节 这回争取不要画歪啊 好 没歪 那好 那么第二和第三个这个长 这个位置呢 表示的就是什么呀 表示的就是 你这个隶属这个关系 对吧 啊 北京呢 是中国下面的第零 第一个省 那么就这块写个零一 那么上海呢 是第二个 这个是不是写个二呀 那么如果再有哪个是第三 的话是不是写个三呀 对吧 等等等等 你看 这样一来的话呢 比刚才设计这个高明之处 刚才这个北京和这个上海呢 它是没有顺序之风的 我把上海放到上面去 它是不是就说二了呀 对吧 没有顺序之风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不是有顺序之风了呀 那么再看 再看什么东西呢 再看我们的虹桥区 虹桥区是不是属于我们的上海呀 我们看上海呢 是102 对吧 那么虹桥区一定是10201 或者什么来着 我们在这儿画 这是我们的 12 这是1 这是2 这是第三个节点呀 然后呢 虹桥机场呢 啊 虹桥机场 你看一次往下封 4 我把这块变了一下 没有封5啊 本来这和虹桥机场饭店 虹桥机场饭店啊 如果虹桥机场饭店的话呢 就表示01 01了 但是现在的话 我封城把虹桥机场和虹桥饭店放成一个了啊 我想虹桥这个地区应该有一个虹桥饭店啊 所以这块是01 02 如果我想把它放成01来着 放成01的话呢 这块是把这个02是表示不出来啊 对吧 所以这块呢 故意放成这个虹桥饭店了啊 然后呢 把这个02也表示出来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发现这个层次结构呢 非常之明显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什么 想要 想要以数形式 你看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随 这个顺序你可以随意调啊 这个顺序你可以随意调 如果我们想 以刚才那个先续数方式呢 排列一下的话呢 很简单 你select from 这个表 order by谁啊 order by这个类别层次就完事了 order by他的话呢 怎么说完事了 order by他的话呢 右边这个类型层次一定是按声序排列的 那么按声序排列的话呢 就把你这个什么 把你这个层次关系的什么搞出来了啊 那么搞出来之后呢 直接一绑 什么就完事了啊 你想这样一来的话呢 是不是很方便呢 对吧 好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是比较简单的 把这个问题给搞定了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呢 我们限制的话呢 最多是五层 对吧 而且呢 对于他的负类别的话呢 要求比较高一点 最多不能超过九个 超过九个的话 你就扩充两个字段了 这块的话 我没有扩充两个字段 当你最好是把它扩充成两个字段 对吧 你扩充两个字段 后面的话 都两位表示一个类别 两位表示一个类别 就意思是每一个大类下面 最多可以有几个 九十九个字类别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只能说是依靠咱们的估计去实施这个事情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没没办法 是不是别人再教你个事了 当然的话呢 这样一来的话呢 查询的效率高 高高高厉害了啊 高厉害 但是呢 这个增山改的这个 不是增山改 就是咱们编程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就稍微有点难了 稍微的难 其实也不是很难 仅仅只是加一个啥呀 仅仅只是加一个判断而已 因为数的节奖 它本身就一个编号 它又是不是一个索引呀 你无非就是把它前面 是不是 判的left一个零嘛 然后呢 索引是不是加个一就完事了呀 对吧 然后从进来就完了啊 好 这块的话呢 编程角度上也不是很困难 那么最后的话呢 咱们把这稍微总结一下 我们说用户的这个 设计班 一般设计数据库的话呢 最主要的是考虑这么几个方面 就一个是用户的整体需求 当用户更多的关注于 对这个数据库的规范记录 按照意思数据之后呢 就意思这块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有时候的话呢 你看如果该算法可以 利用后台数据库系统 内线函数来完成 那么就 就用这个内线函数来完成 如果我们需要增加 容易字段的话呢 我们就加一些容易字段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对于一个这个大批量的 这个数据操作查询的话呢 后台数据库处理效率 远远高于我们自己编写这个代码 对吧 这个话呢 我们非常非常深刻的认识 那么第二的话 我们要认识到的 就是那个简化这个开发的复杂度 那么现在的话 软件开发的话呢 实际上同样的功能方法比较多 我们不需要 不必要求这个程序员 精通这个绝大多数的开发工具 但是呢 你需要了解哪种方法 搭配哪种工具的话 相对说能怎么一些 让程序简洁高效一些 冗余数据 冗余数据的本质呢 就是利用这个空间换时间 对吧 你浪费了空间了 但是查询的时间高了 所以这块的话呢 就是我们最经典的一句话 用空间换时间 尤其是目前这个硬件呢 发展远远高于软件的情况下 所以适当的容易呢 是可以接受的啊 不过最后呢 我们还是强调一下 不要把过多的这个 依赖平台开发工具呢 特性 就是过多的依赖这些东西来进行开发 这个度呢 要是没把握好的话 你在后期 维护的时候呢 会栽比较大的羹头的啊 那么行 那么咱们这个 单行数据库的设计 不管是从硬件角度 还是从思想角度 还是从案例角度的话呢 咱们就讨论到这一块啊 希望呢 呃 对咱们的平时开发 呃 有所帮助 对吧 那么咱们的目的呢 就达到了啊 好 非常感谢大家 再见 再见